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就不离开 你也不离开 如果这是什么 你也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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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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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则恒修行 学集广说古 这里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 必须要了解菩萨界的学处 而菩萨界的学处 本来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些 甚深广大的经典当中 也有广说的 而在后来的高僧大德门的论典当中 也有广泛的叙述 但最主要的 吉田论师给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经论 建议让我们一定要了解 发完心之后 首先必须要先读的 发了心之后 一定要先阅读的 就是《西空藏经》 《西空藏经》 《西空藏波罗波罗密经》 也有这样的移民 还有《西空藏波罗经》 也有这样的移民 就是以前的佛陀耶诗意思 他翻译的也有汉文 那么里面主要讲了 这部经典当中主要讲了 十八种菩萨的根本学处 以及执恒学处 那么如果我们 犯了这样的菩萨根本学处 如何忏悔 最后如何幻醒 如何得以清净 那么这些方法 讲得比较清楚 所以吉田论师要求我们 一定要先阅读这部经典 我们现在缺少的什么呢 就是佛教徒 缺少佛陀所讲到的经典里面内容的了解 我们作为佛教徒 不仅是讲一两部 十来部经典 应该广泛的闻思 广泛的修行 了解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想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读经 阅读经典的时候 其实我们相续当中的 许多的仪团 邪见 邪念以及成见等等 这些不良的想法 不良的见解 应该都通过阅读一些经典过后 逐渐逐渐会更求的 然后也当清阅读 学出终极论 也应该非常精心的 按照藏文的原因 就是再三的意思 再三的 或者是精心的阅读什么呢 就是学出终极论 学出终极论 我们经常所谓的学极论 因为学极论 实际上学出 菩萨的所有的学出 总的涉及到一筹 总的来讲 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大家都愿意度化众生 愿意发菩提心 愿意发菩提心 如果你没有了解到这些学出 也确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里面的 想想细细的一些学出结条 我们都不知道 经常遇到的这些问题 很有可能我们有些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违约的 有些虽然知道的 但是自己没有重视的情况下 也会违反的 这种欠想比较多的 因此寂天论师再次的要求 让我们应该很精心的 很认真的 阅读这部论典 这也是他一生当中做的 非常广泛的一部大乘菩萨学出 而且这里面不仅是 我们的菩萨学出 就是整个大乘的 所有坚修经过的一些窍诀 就是他的一些密要 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此我们真的 愿意发菩提心的人 如果阅读了这部论典之后 自己以后的做人 以后利益众生 许多方面的教言 讲得特别的清楚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 大家阅读这部经典 这一定是在这里也说了 应该尽情地阅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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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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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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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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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切经济论 也当无配语 龙俗二论典 或者因为如果你有时间 你有经历 你有条件 前面的学集论要看 要阅读的是这个 如果没有这么时间 现在的很多人比较忙 这样一来 那么内容 词句意义都比较眼前一盖的 非常易懂的 那么这部论典就是经济论 经济论也是吉田菩萨 他所造的 其实经济论也是按照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有的 汉传佛教里面叫做《大乘宝谣论》 《大乘宝谣论》 那么这是也是颂拜的时候 发护翻译的 还有如果有时间方便 那么龙猛菩萨所造的 甚至佛陀亲自在《有关大乘经典》里面 已经收集的 然后将来声光方面要弘扬的话 唯一的时间当中 人们称为第二大佛陀的龙俗菩萨 他所造的两大殊胜论典 第一部论典名称是一样的 也叫做《学纪论》 然后《学纪论》 不但是在汉传佛教当中是没有的 甚至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没有移除来 藏传佛教里面《经济论》 罗摩菩萨所造的《经济论》是有的 《经济论》里面 主要是讲很多的难得 人身如何难得 佛法很难以显于世间 菩提心是如何难得 然后在家人修行的机会也是难得 因为《经济论》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的教证 在家人如何学习佛法 讲到这方面的道理 因此寂天菩萨的意思 让我们应该尽量看这两部 总共有四部论典吧 刚才一部经典 然后再加上 寂天菩萨他自己的两部书 然后龙猛菩萨对他关系好一点 开玩笑 这些应该宣说 为什么呢 因为龙猛菩萨的这两个论典当中 实际上寂天菩萨他自己没有 说宣说的一些菩萨学术和教言比较多 所以说让我们看了以后 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利益 这发明了一下 还不审论 所以然后将对他来读 就是 tag查准备的 图检网 我们先在伊特月房上 倒入了 nar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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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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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